我要怎麽知道他是愛我的人 還是愛跟我上床? 其實這個啊 大人的性愛相談 這本書的作者有寫 你們有買那本書嗎? 那作者裏面有寫 他是愛上我還是愛上我 這樣 那書裏面其實有寫就是說 基本上 我剛說了 兩情相約才可以作愛 如果那個人是真的愛你的話 當你不想要的時候 其實他是會等你的 等你準備好了 因為他愛的是你這個人 他不是愛你的陰道 那重點是他愛不愛你 我覺得你的心要打開來去感受 每個人表達他愛 跟表達他在乎的方式都不一樣 我們不能用我們自己的標準去斷定那個人說 欸!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你就不愛我 不是這樣子 你要去感受他對待你的時候 是不是用心 他用在尊重你 就好像送禮物好了 節日很多男朋友 都在送很多名貴的東西給一些女生 那某一個男朋友 他送了一雙破的拖鞋 欸!不會!講錯 對不起 那個男朋友送了一雙拖鞋 這樣 那這樣表面上看起來 你會覺得 喔!別人的男朋友 都送我好貴的東西 為什麼男朋友 只送我拖鞋?而且是拖鞋 但是當你去細問 那些送很貴重的禮物的人 我不是在說送很貴重的人怎麼樣 我只是在比喻 這個是一個比喻 一個情境 但你去問那個送貴重禮物的人 欸!你為什麼要送這個禮物給他 他說 喔!因為我問同事啊 同事女生說 現在流行這個包我就送他啦 那你去問那個送拖鞋的男生說 欸!你為什麼要送拖鞋給你女朋友啊 他說 喔!因為我發現 他很喜歡在家裡穿某一雙拖鞋 那個拖鞋好像快要壞掉了 所以我買來送他 這兩個原因 就我自己聽起來啦 我會比較喜歡送拖鞋的那個人的心 但是每個人價值觀不一樣 有些人還是很喜歡名貴的包 名貴的表 這個沒有對跟不對 就是價值觀不同而已 那我現在只在講我的想法 我要強調很多次 因為會有很多人中途衝進來 然後就開始啪啪啪啪罵人 沒有對跟錯 只有價值觀不同的問題 我只是在告訴女生說 你要把心打開來感受 而不是用對方的表面行為來斷定 還有重點是 也不是她說了什麼話 話每個人都會說 重點是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她做了什麼? 這個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要用眼睛看 不要用耳朵聽 因為你看到的跟聽到的 不見得是事實 很多人跟你講話 可以講你喜歡聽的 很多人在跟你互動 可以做你想要的 但是只有你的心的感受 是騙不了人的 當你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裡已經有答案了 只是我們要不要去面對而已 每個人在感情裡面 都會需要面對這些東西 那這個未來有機會 我再跟你們多一點的分享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是 針對情侶這樣子分享 好!結束了!